常有朋友问张大夫说,张大夫现在我这个50岁了,这个50岁以上呢,慢慢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来了,尤其是脑梗塞,或者说呢脑中风,或者说呢脑足中,脑促中等不同的就是大脑这种缺血性的疾病,发病率就高了。 那么我们这个对于50岁以上的人应该如何远离这一类疾病呢? 实际上来说,张大夫今天大概说五点,无论是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生活习惯的改善呢,大概这五点做到了能大幅度减低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,尤其是像脑梗塞,脑足中这一类的疾病的发生。 第一点就控制好你的血压,50岁以上的人各种原因,比如说生活方式不好,肥胖,熬夜等等导致了血压升高,一定把血压管好,血压管不好,它最大的危害给你发生脑梗。 第二点就是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,当然你血糖没问题的话,可以吃水果,血糖有问题的话,水果也得适量。 为什么呢?因为咱们中国人饮食习惯,烹饪习惯就是过度烹饪,这个东西做得太熟,这样的话大量营养物质丢失,尤其是叶酸。 于是我们就常常叶酸缺乏,然后导致我们同型半肝酸升高,再加上有高血压,就被称为H型高血压,而H型高血压最大的危害就发生脑梗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脑梗病人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。 所以说张大夫在这说,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,尤其是蔬菜。 你要是血糖有异常,多吃新鲜的蔬菜。 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,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一种心率失常,你要注意控制。 这种心率失常呢,就是防颤。 50多岁以上的人啊,的确现在发生防颤的还不少,你常常能见得到,而防颤最大的危害是脑梗。 梗到要命的地方,甚至要命,梗不到要命的地方也致残。 所以说呢,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个防颤,一定要正规治疗,该复律复律,该抗瘾,抗瘾。 除此之外呢,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呢,他还要注意控制好颈动脉斑块。 为什么要注意控制好颈动脉斑块呢? 因为颈动脉斑块呢,如果不稳定,它有这些个栓子的脱落,就容易形成脑梗。 所以说呢,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之后,还要评价它的性质,看看它是不是稳定的,不稳定的。 如果说危险分层高,同时不稳定,可能还要需要吃他丁的药,让它慢慢稳定下来。 张大夫多次讲过,大家也可以去看我的专栏。 第五点呢,就是建议大家有一个坚持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。 因为只有体育运动,同时呢,饮食的科学,然后控制好体重。 这样的话呢,我们才能大幅度的减低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几率。 今天呢,张大夫跟大家简单的这么唠叨这么几句,希望广大的四五十岁的朋友,尤其是四五五十岁以上的朋友呢,这个时候呢,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关键的人生节点,自己养一个好的习惯,控制好。 对一些疾病控制好,让它少发生脑中风,脑梗塞,脑足中,这些严重的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。 希望呢,今天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帮助。 大家觉得好,也可以转给身边的亲朋好友。